看天下新闻节目 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三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首先为您报道的这个重要新闻 这是现在全球的海运市场 除了是运费高涨之外 现在居然还传出巨载的情势 受害的则是美国农产品出口 美国联邦海市委员会 现在已经发动调查 要判定海运商是否违法 美国财经网站CNBC 在今天的一个报道说 去年10月到11月 也正是美国的农产品出口的旺季 而海运商居然拒绝载运 价值数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出口 而宁愿抢时间 赶紧带着空的货柜 回头到中国的港口 去装载利润更高的中国出口产品 美国农产品出口商 因而向联邦海市委员会告状 指成航运商恶劣的聚载 导致贸易延误 不仅可能威胁到农业的农产品获利 更有损害商与之余 于是现在是美国联邦海市委员会展开调查 调阅了加州 纽约跟新泽西几个关键的港口的资料 了解航商 聚载是否违反了海运的法案 这个法案是不合理拒绝生意 或者拒绝业务协商是违法的行为 CNBC报道说 虽然美国农产品一整年都有出口 但是每年11月到隔年的3月 是最重要的出口期 因为这一段时间里面 大量的农产品陆续收获 去年10月中旬 船运商通知农产品出口商 说要优先清空出口货柜 而不想装载出口的农产品 同时也表示 如果要运农产品的话 运费要调涨 根据CNBC的调查采访 分析来自于洛杉矶 长滩纽约跟新泽西的港口资料 去年10月跟11月 估计大约有多达17万8千个货柜 也就是20尺的标准货柜 被拒绝载运 CNBC以洛杉矶海港 每一个这样子的货柜 包括了黄豆含油种子 股类这一些的品项在美国统计局网站上面出口价格估算 受到影响的农产品价值达到数亿元 全世界现在新冠肺炎确诊的人数昨天突破了1亿 为了加速疫苗的普及 拜登总统宣布 美国将从辉瑞跟莫德纳公司 分别追加购买1亿剂的新冠疫苗 这让全美国采购疫苗总数从4亿剂增加到6亿剂 计划在今年夏天末初秋的时候 能够供应3亿人接种 另外下个礼拜开始 美国每个礼拜配发的疫苗数量 要从现在的860万剂成长到至少1000万剂 美国的接种率将大幅度超前 但是纽约时报报道 辉瑞和莫德纳的产量都已经满载 能不能接下拜登最新的这个订单 准时交货恐怕是问题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全球确诊新冠肺炎人数昨天突破1亿人 死亡人数超过215万人 美国双双居冠 超过2542万4千人的确诊 424万4千人死亡 拜登总统说 期待很快能够敲定这一期采购计划 把这三亿个美国民众能够完成两剂的接种 击退疫情大流行 他也提到 在新政府上任100天里面 施打一亿剂疫苗是起点不是目标的终点 不过拜登没有说明 购买两亿剂疫苗要花多少钱 预算从哪里来 目前拜登政府提出的1.9兆美元新冠纾困方案 还卡在国会 进度难料 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说法说 即使是疫苗加速普及 仍然供不应求 事实上还要好几个月 才能够让美国人可以自由的接种疫苗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美国有多位亿万富翁 在疫情期间的获利总额 已经足够他们支付拜登疫情纾困方案里面 所有的在职家庭的救济金 美国税收公平组织和政策研究所 引用富比斯的数据推断 美国660位亿万富翁 在过去十个月当中 财富共计增加了1.1兆美元 分析指出这笔金额 除了足够支付每个人1400美元的纾困金之外 还能够涵盖每周4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以及儿童纳税抵免等等 这些款项 共占拜登1.9兆美元纾困方案的一半以上 共和党议员在此之前才说过 这个金额太高 而国会也正在为此协赏当中 实际上分析认为 这些亿万富翁从去年3月18号以来 所增加的财富还能够为国内大约3.31亿人口 支付每个人3400美元的振兴支票 或者为四个人的家庭提供超过13000美元的补助 这个报告特别列出很多知名的CEO 包括了亚马逊的贝佐斯 特斯拉的马斯克 以及脸书的查克伯格 他们的财富从3月18号以来 呈现着惊人的增长 在最近一段时间 那么是引起在中国大陆 乃至于在华人社区里面 都有纷纷议论的 有关于中国的影视明星 郑爽代孕弃养的这个丑闻 而这个丑闻现在看来是越滚越大 他的前男友张恒的父亲 在受访的时候语出惊人说 郑爽不要孩子还不许张恒要 并且曝光了郑爽手写的合同 对于南方开出了15个条件 这再度引发渲染大破 郑爽父亲在日前出面发声 透露女儿在2019年 就透过美国律师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不是执意要把孩子送给人 对此张恒父亲接受网易娱乐专访 提供了一份福利院跟郑爽 联络的电邮截图 回应事实就是我们要联络他 非常的困难 就算联络了 他也从来没过问孩子的事情 据香港民一报道说 张恒的父亲爆出了一份 郑爽在2019年手写的合同 内容是郑爽跟张恒的金钱纠纷 以及如何处理孩子的事 郑爽一口气对南方开出15个条件 内容涉及到张恒需要付给郑爽 3600万人民币 约合560万美元 包括欠款取暖的精神损失费 以及房租等 其中又提到两人宝宝 需要详细的合同说明以及签署 美国迎接宝宝 除了南方需要支付费用之外 其余各自处理 不得以孩子理由纠缠女方 或者把她作为威胁 合同的内容又不能公开等等 据指出张恒在去年医院 要求郑爽放过孩子 并且愿意答应这15个条件 同时又说我很爱你 但你的秘密我有极限 似乎也在警告郑爽 不要刺激自己 莫德纳新冠疫苗 针对旧的病毒株的效能 逼近95% 但是初步的一个研究显示 这些疫苗对于南非的 变种病毒的效能降低 莫德纳执行长宣布 该公司出于谨慎 决定要展开针对新变种病毒 追加疫苗的人体实验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 佛奇医师表示 联邦政府持续的和药厂沟通 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迅速调整疫苗 他说南非病毒株稍微比较麻烦 似乎会使得单株抗体 效能减弱 这使人游行 另外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在昨天发表一个研究报告指出 学校里面师生亲自到学校 面对面上课 很少会出现新冠病毒的传播 尤其是在戴上口罩 跟保持社交距离情况之下 但是部分室内运动会导致感染 如果学校想要确保安全运作 应该限制那些室内的运动 CDC审查国内外研究数据发现 学校里面的病毒传播经历 跟疗养院和高密度工作场所迅速传播病毒的情况有别 三位CDC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杂志网站发表的文章指示 秋季学期的大量可以得到的证据让人放心 几乎没有证据显示 学校曾经显著增加社区的传播 在华府美国国会参议院昨天先就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所提出来的 反对审理前总统弹劾案进行表决 绝大多数的共和党反对以煽动叛乱这个罪名来弹劾前总统川普 只有五名共和党议员加入了民主党 这个投票结果凸显出川普即便是卸任 在共和党内仍然是有持续的影响力 而参议院审理川普的弹劾案大概也将以川普无罪最后告终 参议院保罗表示弹劾是为了解除职务 但是被指控的川普已经卸任 参议院审判将把国家拖入仇恨与刻薄的泥潭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但是民主党则认为川普必须为其散动暴乱负责 如果按照保罗的说法 总统在任其一的尾声都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遭受惩罚 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茂表示 共和党的说辞无论从宪法历史实践与先例或者基本常识 各个角度分析都是大错特错 在昨天这一项的投票当中 五位跟民主党同步的共和党参议员 包括了是缅因州的参议员克林斯 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莫考斯基 犹太州参议员罗蒙尼 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萨瑟 以及宾州的参议员图米 拜登总统在昨天签署一个行政行动令 废除了前总统川普任内的重要举措 1776委员会 而补知称之是违背事实冒犯无理 基于无知和谎言 拜登重申联邦政府对多元平等包容跟可及性 这些承诺废除前政府对多元和敏感性培训的 有害经历 以及冒犯无理与事实不符的1776委员会 团结与治愈必须要从理解和事实开始 而不是无知与谎言 川普在去年设立这一个1776委员会 目的是对抗纽约时报的1619计划 因为其内容声称 美国独立战争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保存奴隶制 而保守保守派的批评 为此川普设立了1776委员会 表示要给美国孩童爱国主义教育 而不是妖魔化白人建国先锋 同时也叫停了联邦政府员工 在种族敏感方面的培训 又引起了另一波的争议 拜登昨天同一天发布推文说 美国还没有实现建国时人人平等的承诺 他说但是我们不会停止努力 今天我将采取行动推进种族平等 向更完美的团结更进一步 在华府 美国总统拜登在昨天下令停止私营监狱 来关押联邦的囚犯 他说这些私营监狱会让人把更多的囚犯送入淋雨 无异于改善公社监狱的问题 拜登此时司法部逐步的停用私营监狱 抱歉 他说私营监狱的条件要比公社监狱还差 在矫正服务计划跟资源上面都不如联邦设施 美国为数超过200万名囚犯当中 现在大约有11万6千人是关押在私营的监狱 这些监狱都要接受联邦与各州监管 拜登表示 我们必须确保囚犯在狱中的日子 是为他们下一个阶段新生活做出准备 法新社报道说 美国私营监狱最早在1980年代出现 那个时候监狱里面开始人满为患 主要是因为当局加强忌毒 而私营监狱后来成为一个获利的事业 监狱管理企业还把股票丧市 但是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一向就遭到诟病 未尽管理照顾之责 还被指控鼓励严刑峻法 好让监狱里面客满 根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 Google旗下的影音平台YouTube 已经把前总统川普的账户 无限期停权 并且将禁止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加入合作伙伴计划 借由上传制作影片到YouTube频道 分享广告利润 川普的支持者在6号硬闯国会山庄 造成五个人死亡 社群平台纷纷把川普账户停权 而YouTube因为反应慢拍 以及放任平台上阴谋论流窜 面临外界的批评 YouTube在上个礼拜证实将加入其他社群平台行列 延长对川普频道的禁令 川普YouTube频道订户将近有300万人 YouTube的发言人告诉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鉴于目前仍然有暴力可能的疑虑 川普的频道仍然被停权 另外YouTube也表示 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账户 禁止加入合作伙伴计划 那个计划本来允许频道创作者上传影片 然后可以分享广告的收益 美国前任总统川普在现任之后 只保留了少数白宫的雇员 其他前白宫成员也另觅新的出路 根据媒体报道 有几位川普政府官员 据知已经加盟了美国霍斯新闻Fox News 其中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证实将在下个月在Fox News新闻里面履职 川普一直指责大部分的媒体是假新闻 唯独美国福斯新闻一直被他所推崇 据指出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已经加盟到了福斯新闻 也是第一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 两出身份在荧光幕的前面 而库德洛将在下个月8号开始 在福斯新闻旗下的商业频道主持节目 为本地以及全球财经事务提供专业分析 而库德洛加入川普的班底之前 也是CNBC著名的主持人 另外也有报道说 前白宫新闻发言人麦克纳尼 也跟福斯新闻打成了初步的雇佣协议 但是福斯新闻其后发布声明 否认了麦克纳尼为他们的员工 目前还没有最终的定案 在纽约 七位被认为最有实力 角逐2021年纽约市长的民主党候选人 在昨天参加一个 由纽约市校长工会 所举行的教育论坛 他们首次全面聚焦在教育的议题 七个人都对公立学校市长控制权表示支持 并且说自己如果当学市长 将会撤换当前教育总监 也指出应该继续的促进公立学校学生多元化 对于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问题 多位参选人也表明立场 在昨天参加论坛的这七位参选人 包括了有华一的杨安泽 布鲁伦区长亚当斯 市主经长斯进格 和纽约市清洁局前任局长贾西亚 联邦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前任部长多诺万 市长白思豪的前法律顾问威力 跟花旗集团前副董事长迈奎尔 斯进格表示白思豪的全面三岁学前班 那个计划是成功的 接下来需要是否左手于解决 儿童看护中的不平等和高昂费用的问题 他说纽约市儿童健保跟看护 平均每一名儿童每年要花费两万一千元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难以承担 对于自由班考试跟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问题 亚当斯表示支持保留现有的八所特殊高中的SHSAT考试 但是他建议在五大区各增加一所特殊高中 采用改革的新录取的方式来录取学生 在此前已经表示希望能够采用周考的阅读跟数学分数 作为特殊高中录取标准的斯进格强调 他理解家长们尤其是移民家长希望子女成龙 努力考进特殊高中的心愿 但是他强调特殊高中非洲裔和西语裔学生人数过少 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对于公立学校市长的控制权 这七位参选人都认为应该保留 他们说这能够保证市长对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相关问题和发展 更快的做出有效的决策 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在昨天宣布 把两名涉嫌以自动订阅短信方式 诈欺手机用户5000多万元的嫌犯 从澳洲引渡回到美国受审 控告他们汇款诈欺罪 洗钱罪 身份盗用罪等等罪名 如果这些罪名成立 最高将可以面临62年的监禁 其中一个人是中国公民 另外一个人是澳洲的公民 根据法庭文件 33岁的刘永超和52岁的皮尔斯 已经在25号被从澳洲引渡回到美国 根据起诉书 他们从2011年到2013年 刘永超、皮尔斯跟其他同伙 在未获得手机用户准取的情况下 通过诈欺的手段 擅自给他们的手机安装自动订阅服务 这使得受害者每个月的电话账单上面 额外出现了附加短信费用 通过这个手段 刘永超等一伙人赚了上百万元的收益 而同一时间里面 另外一名作案人苗玲 经营着一家名字叫做Tatoo的公司 这家公司提供手机附加短信服务 只要是订阅就可以收到新作运势消息 名人八卦信息和一些趣闻短信 而刘永超和皮尔斯 则在另外一家跟Tatoo有关联的公司工作 皮尔斯是老板 刘永超是工程师 手机用户收到那些短信 一般会选择忽略或者直接删除 然而他们每个月仍然会被收取九块九毛九 这个费用在手机账单上面 类似于一些的不认识的一些number 不认识的一些号码 这些没有意义的代码形式出现 用户都没有办法准确获知 被收取费用的服务到底是从何而来 在几个月以后一些手机用户发现账单里面的可疑之处 试图取消订阅或者向服务提供商反应 但是他们却难以获得应得的退款 在纽约布鲁伦班森赫斯特市警六十二分局 在日前发文提醒民众有关冒充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新型的诈骗 片图伪造了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网站 声称通过个人数据保护基金 民众只要在网站上面填写信息 就能够立刻收到一笔补偿款 但是实际上是为了盗取民众个人信息与存款 据六十二分局提供的信息 近期里大量民众反应收到联邦贸易委员会图知 民众点开该委员会的网站 填写部分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 就可以立刻收到现金 有民众按照提示操作之后 不仅没有能够收到款项 最后还导致个人存款被盗 或者电子设备被植入恶意的软件 个人信息进一步被泄露 起码说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是伪造的 通常是以YouTube连结的形式弹出 使用多个不同的网址 在全球多个国家实行诈骗 目前除了美国外 在俄罗斯 乌克兰 哈萨克等多个国家 也有多人受骗 FTC提醒民众 在该部门加大打击骗徒的同时 也希望民众不要再上档受骗 FTC不会要求民众付款 也不会要求民众提供任何网上的银行 或者信用卡 涉案号码等等个人信息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昨天提出保证 纽约市公立学校将在今年秋季里面全面恢复实体上课 然而教师联合工会对此表示怀疑 说无论是新冠疫苗接种 还是扩大检测能力方面都面临着困难 没有办法保证 而且指出由于疫苗短缺 如今有数千名教师的接种预约都被取消了 白思豪在MSNBC节目里面说 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今年9月可以全面返校 我对此毫不怀疑 不过白思豪的乐观表态 跟教师联合工会主席穆格禄相反 穆格禄表示 所有的公立学校教师必须要全员接种新冠疫苗 否则的话将拒绝全面返校 昨天他表示 我也希望9月能够全面的返校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教师联合工会目前正在跟纽约大学 拉格尼医院以及安保健康医疗系统合作 为会员们接种疫苗 该联合工会的会员大约有7万5千名 公立学校的教师 穆格禄表示 大约2万人已经通过了工会申请预约接种 其中1万人已经预约成功 有5千人已经进行了接种 然而 由于疫苗出现了短缺 好几千名教师的预约 现在都已经被取消了 除了工会之外 也有很多教师在通过其他的渠道预约接种 穆格禄表示师傅本来承诺尽快公布教师的接种数据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 由于新冠疫情在今年申请纽约州立大学 系统里面的64所分校的学生人数减少了20% 这是这一个公立学校系统成立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之一 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主管马拉特拉斯 在纽约帝国报告发表的专栏文章里面写着说 今年在美国最大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 纽约州立大学学生申请人数下降了大约20% 而这是这个系统成立73年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率之一 高中生可以申请多所大学 然后在被录取的学校里面做出选择决定 这个申请人数的降幅表示 在新冠疫情期间 大学处于开放与关闭校园的挣扎状态 并且实施远程学习 取消到校上课 申请大学的学生人数就大大减少了 马拉特拉斯说 疫情恶化了纽约以及全国范围里面的入学人数 持续下降的趋势 纽约州立大学的发言人则说 跟2019年秋季相比 纽约州立大学的新生本科生入学率 在2020年秋季下降大约10% 州立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的入学率 降了大约是5% 州立大学系统30所社区大学 实际入学率降幅最为明显 学生总数从2019年秋季的192,959人 下降到2020年秋季的173,930人 华一的纽约市长参选人杨安泽在昨天表示 纽约市警察局应该要求新雇员居住在纽约市 而且最好是住在他们所供职的辖区里 以便能够更深入社区打击犯罪 但是杨安泽这个言论却引起了警察公会炮轰 而且和现行的纽约州法律相违背 杨安泽昨天在接受纽约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 警察也是社区的一员 即使他们加入警察队伍那也是如此 他补充说 我相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存在的警民矛盾 因为你不会再把陌生人视之为是潜在的犯罪者 而是把他们视之为是邻居 他表示新警察应该被要求住在纽约市 更希望是住在他们实际管辖的社区 因为这能够使其更好的理解社区 然而警察的居留权豁免 已经被写入了纽约州的公子人员法第三部分 其中包括对居住在纽约30英里范围内的 各郡县警员的豁免 根据纽约市警方的网站显示 符合资格的市警候选人必须是美国公民 持有效的纽约州驾照 需要居住在五大区或者长岛纳苏郡 舒福克郡 洛克兰郡 威测斯特郡 菊郡 或者是普特南郡 杨安泽这个新证件很快就引起了警察工会的强烈抨击 纽约市警察工会主席林奇表示 不能在不讨论薪资的情况下 就讨论改变警员的居住要求 他说 他们现在以低于市场水平的薪资 根本无法承担住在市区里的高昂生活成本 这将打击市警局的造聘努力而不是改善的 在纽约黄后区 黄后区小企业赠予项目 将为纽约黄后区的少数主义跟小商家 以及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地区 或者是中低收入社区的小商家 提供最高两万元的赠款 商家只能够通过合作的社区组织来进行申请 有七个合作组织之一 是亚洲人评论会 信贷中心跟振兴商业服务中心 亚洲人评论会表示 在这个服务之下 他们希望符合资格的亚医小商家 能够积极的申请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老板科恩 捐款了1750万 其中的1500万用在黄后区小企业证与项目 纽约市经济发展局和社区组织合作发放赠款 亚平会信贷中心和振兴商业服务中心 管理主任李之为表示 这个赠款的申请者的小企业 需要位于黄后区的中低收入流地区号 或者是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或者是为少数族裔所拥有 需要是位于一层或者二层的餐馆 位于一层的零售或者个人服务业 或者街头摊位 在2019年雇用了不超过20名全职的员工 2019年总收入没有超过100万元 餐馆总收入没有超过300万元 而且有盈利或者接近盈利 已经申报2019年个人与营业税 没有公开的税务留置权或者未决的判决 凡是符合这些条件 都可以向亚洲人评论会来提出申请 市议员顾雅明则说 对于很多移民小企业申请政府的资助 往往是困难的事 感谢这些社区组织确保申请顺利 黄后区小企业正与项目 可能可以使得在疫情中 苦苦挣扎的诸多商家能够受益 美国国税局 一个名字叫做赵永和的含义专员 涉嫌持有伪造的外国护照 身份盗窃 电汇诈欺等等 十项严重罪名的指控 在昨天在纽约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同日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国堂 根据法庭的文件49岁的赵永和来自于南韩 他也同时呢 他的另外一个美国名字叫做赵布莱恩 Brain Chow 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国税局里面工作 并且曾经参与了国税局一次调查行动 虽然没有起诉调查对象 但是赵永和却在那个机会里面留下了被调查的对象的相关信息 并且利用这些信息在菲律宾 几内亚 马萨尔群岛等地开设海外公司 这期间他还利用这些虚假信息 在曼哈顿上东城购买合作公寓 提交大量的文件中包含了有虚假的纳税申请表 金融机构声明等等 以此来夸大收入和财产 以确保能够获得公寓董事会的批准购买 此外他还从相关的国际支票账户里面 汇入大量资金 以便为此次购买提供资金 目前赵永和面临着十项重罪的指控 如果最高控罪成立 他将会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 杜察蒙在昨天报告指出 正如指控的一样 这名嫌犯出卖作为联邦执法官员的信任 滥用职权等等所获得的信息 而实现他自我私利 这一次的逮捕跟指控证明 没有人能够超越法律 以上是在今天为您播出的 纽约新闻的 看天下的新闻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跟您同一时间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